全台湾大约有549万户昨天大停电 台电这回证实是人为的疏失 还在官方摘要上面点名了 是一名理性的值班主任的人员操作错误 但是这样的摘要却被立委批评说 根本是抓基层人员来当戴罪羔羊 而现在又传出在停电事故发生当下 其实还有发生了第二次的 气体外泄小炸裂事件 新达电厂3号再出包 造成全台500多万户停电 初步调查又是人为疏失 这次失误在于当时工作人员发现 编号3540开关存在水汽 于是抽离开关内的绝缘气体 六幅化流来进行检查 结果相关人员测试时 在没有绝缘气体的情况下 误开起相连的3541开关 造成3540开关设备短路引爆大停电 摘要点名当时在场监工的 是一名理性值班主任 在被质疑找基层当戴罪羔羊吗 事发当下机组狂冒水蒸气 台电强调是正常状况 现在传出当时疑似发生第二次气体外泄的小炸裂 台电人员解释小炸裂是连锁反应和原先的六幅化流爆炸 间隔时间非常短不容易被发现 可能因此被模糊带过 只是这回南部机组故障就搞得北中南大停电 再被质疑真的不缺电吗 人为疏失再加上电网问题 酿成大停电 经济部和台电被盯得满头包 记者权李和荣台北报道